歡迎收看九泰俱樂部 你的股票 我的照顧 大家好 我是申哥 欸申哥 上個禮拜老師你說到了就是 五川投顧多空一把爪 那五川喔 你說的空空瘦瘦 不要太過了 高年是橫角色 對啊 他現在而且除了他橫角色之外 現在美博更可怕的是 參眾兩院全部都是川普的天下 他說了算 那這樣子他說的任何風化 或者是太over的言論或者是政策 就沒有人幫他踩煞車欸 那這樣不是很可怕嗎 是啊 所以金融市場先剉你蛋 喔難怪現在這幾天看到的美元 就是持續走強 台幣又貶到了32塊半 一直下去這樣子怎麼有辦法 那這樣台股持續走弱 那季憲老師守不守得住啊 可能守不住 為什麼這麼可怕 季憲守不住 請聽我好好的來說一下 好 大家以前有沒有看過那個武俠片裡面 有的吐口腿就變成一隻劍這麼利 這樣哇可以當武器 是歐陽鋒嗎 蠻厲害的喔 還有那個 疑天狼龍記裡面 張文記有一部武功很厲害 乾坤大挪椅 所以川普現在就具備這兩項武功 為什麼這麼說 隨便吐個口水都是毒的 全球資金市場 全球資金市場乾坤大挪椅 這個挪椅怎麼個挪法 很簡單 田 從 新市場最明顯 再來歐股也是一樣 跑回美國 所以美元指數 Cooking 所以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從美元指數聊起 來 看到這張圖 呵呵呵 真的是百味雜陳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美元指數 如果我不告訴你這是美元指數的話 你會覺得 哇這是哪一支標股 對啊 這樣蹦蹦蹦蹦上去 這一條當然就是一條壓力線嘛 藍色的 突破壓力的嘛 那這個壓力到底是多久的壓力 我把它縮小給大家看 哇塞 這邊是2022年大概10月 當時股市就是從波段的低檔 反轉上海到現在嘛對不對 所以它回到了這條頸線 好 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看法 這種美元指數的急漲 你要怎麼去看它轉弱的地方 尤其現在它突破了這一個頸線之後 是不是有機會成為一個中期底部 讓它過去對不對 嗯 好那你先不要想說 這個底部一旦完成之後 哇再來漲另外一大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連美股都要崩啦 蛤 美股都要崩 為什麼 你去看一下2022年 美元指數一直漲 強勢美元嘛 那美股有沒有崩 全球股市是全部崩的 所以也就是說這種強勢美元 基本上要讓它真的很強一直很強 我覺得這個恐怕機會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觀察點 我一開始不是講 如果你把它看成一張股票的時候 之前我提過 急漲的時候 兩個條件一旦符合 它很有可能就要短線休息 第一個條件 出現黃昏KBAR 第二個條件 跌破五日均線 這兩個加起來 如果你用在股票急漲 正管理官拉拉大的時候 那出現這個時候 這樣這兩個訊號同時出來的 應該說不管是 同時或是接續出來 只要這兩個條件滿足 它常常會有短線休息的時候 所以就美元指數來講 你就先去觀察它 什麼時候出現這兩個訊號 同時陸續出現 來我們來看前面這裡 這個地方在今年的4月17號 黃昏KBAR 同時收盤小破了白色的這條五日均線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它後面開始休息 休息之後 開始盤出了一個小頭 回來 所以同樣的 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觀察點 所以美元指數什麼時候開始漲不動 那你就觀察我剛剛講的這個訊號 當美元指數漲不動的時候 表示全球資金回得到美元 有機會在這邊先站高一段落 所以這是第一個觀察的訊號 第二個 當然 如果它這裡是一個兩段式的上漲 那它到底會漲到哪邊 所以我的意思說 接下來我就用價位的部分 讓大家來觀察 來這邊 這邊 這個位置大概是107.8左右 也就是 如果它是用兩段的漲幅 這裡第一段 回檔 這裡 漲第二段 所以你就是這樣子一段 這樣子再一段 那你要觀察的點 它的滿足點大概是這邊 兩段式的漲幅滿足點在這裡 所以 第一個觀察訊號 這個最重要 第二個 你去觀察它的 兩段的漲幅滿足點 如果連兩段都一口氣給它過去 那表示 出大事 真的是出大事 哇塞 這個這麼長的底 然後你讓它兩段 來到這邊 這裡也差不多 就是前面這個頭部的頸線了 這裡又是一個位置 那你自己可以去算一下 如果說這個底 這兩個 你可以去算一個W底的漲幅滿足 不過我覺得如果要弄到漲幅滿足去 夭壽啊 夭壽 那真的 真的是要先挫了一旦 可是我不預期會這樣 所以我先 從比較可能發生的先講起 第一個 簡單的結論 我們從訊號上面 何時看到有機會戰告一段落 第二個 如果一直沒有出現 那你就看它來到兩段的漲 那如果這裡還沒有 排煞車 那你接下來就是看 這個 W底的漲幅 你就去觀察這幾個位置 簡單的結論就是 磐式 來 我先把結論先跟大家講 再來跟你解釋 為什麼是這樣看 來 就這兩句話 台股的凡事先優後洗 那回檔 就來醞釀做夢行情 為什麼是這樣看 來 我們先從 拱川這一招 搞的美元指數大漲 全球資金回流嘛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會跟 債券的殖利率 現在一直在漲 你去看這10年級的工債殖利率 也一直在漲 目前也都還沒有出現 我剛剛講的 幾漲之後的 要短線休息的訊號 所以你觀察美元指數 可以用同一招來觀察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好 那從這裡 這兩個問題 基本上是一體兩面的 也就是說利差拉大 你去想一下2022年的時候 升息的時候 是不是叫做利差拉大 那利差拉大錢是不是 就回到美國 因為我如果錢放在銀行裡面 穩穩的就賺5% 我去股市幹嘛 所以股市就會崩嘛 所以很簡單的邏輯是這樣 那既然如此 你這兩個 美元指數跟美債殖利率 尤其是10年起的美債殖利率 這兩個你同時去觀察 那 但告一段落的訊號 也同樣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錢回去之後外資會怎麼做 他錢也要回去嘛 對不對 那這個錢不是只有清晶市場而已 你最近去看一下韓股 韓股都已經快要破今年的地點 跌到一個不行 日本股市也漲不太重 那歐洲股市呢 最強的德國股市 他有可能一個小頭頂頂要出來 他昨天就收在景仙那附近 一旦他也下去 那法國跟英國老早就已經下去了 德國也下去 那表示歐洲的錢也在回去 所以你發信歐也在扁 對不對 那既然如此 看起來就是全球的資金在回美元 那這邊的外資 台股的外資當然 他就會想要賣現貨 那他在賣現貨之前 他如果一直每天給你賣個三五萬張的台積電 指數不曉 跌到哪邊去對不對 那等於是自己殺自己 所以他通常都會在期貨那邊 簽不好空單 再來賣現貨 所以 這個禮拜一 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外資的空單破表 來的歷史金高 五萬一千多口 嚇死大家 那一天我一看 我在我自己的場子裡面 我就直接講說 接下來你會看到的台股就是 優喜參半 結果隔天 馬上大阪出現了黃雲K棒 因為我當時設定的條件是說 原則上時間上是禮拜三 最快禮拜三會發作 這個優的部分 結果他禮拜二就發作了 那我說那個發作的條件就是 大阪如果出現黃雲K棒 那這就是暖身的動作嘛 所以你當天就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他就是在大賣全資股 好 那所以呢 就外資這一塊的 起貨進攻單 目前還有四萬四千多口 還是一個相當高的水準 下個禮拜台子期要結算了 簡單講 這種情況下 他逮掉機會就會灌指數 因為他的空單在那邊 他又要賣現貨 所以呢 他可以用現貨去灌指數 他空能就獲利 可以去彌補他現貨上的損失 但是他去砍台積電的話 基本上 因為他的成本也很低 基本上他也 他就是把錢抽出來嘛 那抽這個流動性最高的 當然他很能夠 達到他想要的水準 好 所以 從剛剛給大家的結論 台股先優 後洗正優 然後 美元指數 再來就是外資的進攻單 在台子這邊 那水月還蠻高的 那當然來到這邊 大家會一直想說 嗯 下個禮拜三就結算了 那這些空單就結算掉了啊 他不能轉倉嗎 如果他轉倉到下個月 又是四五萬口 又是空嗎 你還是要去擔心他 什麼時候又逮到機會 有什麼 我另外的利空 他就去灌指數嘛 本來還在想說 會不會結算 他們就回補 那就那個賣壓 他會稍微降低 不一定 所以 這個警報 這個優的部分 會不會就在下個禮拜三前後就結束 你要去看他 轉倉之後的倉位 這是一個 那當然你要搭配美元指數來看 這兩個是優的部分 那優會不會從短優變成是中優 這個我們需要 繼續的觀察一下 那趕快來聽一下洗的部分 大家比較喜歡聽好消息 那 因為既然是有前後順序 當然是要先優的部分 先跟大家講 那你要記得在這個時候 要能夠閃就閃嘛 那你閃過之後有錢了 洗的部分來的時候 你才真的會洗上加洗 那這個洗的部分很簡單 今天 11月14號 第三季財報全部通佈完畢 那通常在 紀報公佈前後 通常辛苦常常會有騷動 也就是說你有時候會突然間覺得 欸明明指數的沒多 那盤面跌停加速可能到了十幾家 我記得禮拜一吧 還是禮拜二就是這種 禮拜一跟禮拜二好像都是這種情形 尤其禮拜一指數也沒跌多少 那這個就是跟公佈季報有關 月晚公佈的通常起不見公佛 那胖下去 尤其禮拜一又是最後公佈十月營收的時候嘛 所以有著不好的湯就下去了 好那 所以呢 第三季財報一公佈完之後 就進入到了財報空窗期 那接下來呢 什麼行情? 做夢行情 對嘛 就到明年的三月底之前 就沒有財報了啊 沒有財報再公佈 那大家就開始畫虎爛嘛 不是畫虎爛 就是畫明年的夢 畫夢想 畫明年的夢想 所以我們常常稱為做夢行情 還記得嗎 我之前跟大家提過 台股的旺季 往往就是在每年的第四季到明年的第一季 這半年是一個旺季 那一言一貫之就是做夢行情 那做夢行情裡面最好掌握的叫做紅包行情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意思 之後到年底 在過新一年前後 還記得看我們節目 我會告訴你 每年你都可以用這樣賺 而且十年裡面 你大概可以賺個八九年 那這個規則我到時候再跟大家講 因為已經講太多年了 現在先不用講 現在先不囉嗦這個 先來講最近的 優的部分大盤如果下來 那後面是不是會有一個紅包行情 對不對 至少會有紅包行情 所以它下來之後是不是會去打底 但是打底的過程裡面 指數在打底 強的股票就先上去了啊 所以做夢行情不會等到這個底部完成 它會在盤稍微回穩的時候就會有股票先衝進去了 包括在疊的過程裡面搞不好就有一些已經可以開始做夢的 像最近的BPU的這一個族群已經先衝了啊 所以洗的部分就指的是這一部分 那我們來用大盤的部分跟大家簡單的講一下 來看一下 我想大家現在最想知道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認為大盤的季線不見得守得住 今天的縮版離季線才多遠而已 有看到什麼指紋訊號嗎 好像沒有 對嘛 好 所以我很快的把大盤一些關鍵價位跟你要觀察的訊號 要跟大家做分享 就把它記起來 因為這過去都講過 第一個 所謂指紋版的兩部曲 第一個你要看到量能急縮 這表示賣壓大幅的下降 那賣壓輕了之後 就有短信跌不動的狀況嘛對不對 所以第一部 兩部曲的第一部叫做你要看到成降急縮 什麼樣才算急縮 掉到5日10日20日均量線之下 這個就初步達到了急縮的水準 那以最近這一段來講至少要到這邊 大概3500億以下 3500億以下我就把它認為已經來到了短線便利水準 這是第一個 好 那你賣壓輕了 只是跌不太動而已嘛 怎麼樣才能漲 買盤有進來 它就容易漲 那這個時候一漲就會出現價格的轉強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破小K棒 所以這一個優的部分 讓台股持續的回 不管是大阪或利指數 你至少要看到 十五反彈兩部曲出來 它才有機會 做一個短線的反彈 或者好一點 就進入到足底的階段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 就中期的壓力在上面 大阪在這邊 那短期的就在禮拜一的跳空缺口的上緣 在23306 接下來 就下面 下面中期多空 應該說中期的強弱分界 就在這條線 你就抓 11月1號的低點這樣就可以了 這裡 因為你看喔 講完之後 大家希望大家還是能夠睡個好覺 假設這一個地方跌破了 那跌破之後 這裡是不是就類似一個M頭出來 對不對 那相對於目前的季線扣體在這裡嘛 接下來是不是扣在景線這附近 所以你只要讓它下去 季線是不是就往下彎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隱憂 這裡就是為什麼我說 一旦這個季線鎖不住 那後面你當然 要能夠先保守 先觀望一下 那操作上就很簡單了 那你當然現在既然是 憂鬱症 憂鬱的狀況還在發作 那你等著閃一下嘛 對不對 你賣一些股票 首先有錢 等著 當它至少出現短線持穩的訊號的時候 你再來挑 誰會領先做夢的族群跟個股 這樣子就OK了 重點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 那由ODE指數來看 這個看起來也比大阪還要的醜 這看起來就是今天一根下去 這個M頭已經出來了嘛 它已經領先跌破11月的低點 大阪11月的低點在這邊 低點嘛就是中期的強弱分界 但是你看它已經先跌破了 那這個頭出來之後 你可以去計算一下它的第一段跌不滿足 大概就是破了 年限 但是未必會破這個低點 8月的低點不一定會破 它到底又跌一段還跌兩段不知道 我們觀察下去 那至少到今天為止 我還沒有看到什麼短線要持穩的狀況 最好是殺到有量 殺到有量 像這種殺到有量 表示有買盤進來換手賣 那這個時候它容易踩刹車 量縮之後就容易滾下來 所以我反而希望它趕快殺到有量 那這一塊就是代表內資的態度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立然是先優後行 那代表盤是大致上就是一個先下 後足底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你一定很想問 除了我前面講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外資你知道它站在賣方 那如果內資跟鋪盤基金都站在多方 那是可以把外資扣倒 它是可以幹掉外資的 它可以逆著它 你賣你的 我繼續拉還是拉得動 但是現在內資有嗎 內資有跟護牌金站同一邊嗎 沒有 還在觀望 不知道在辦什麼 看起來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 我的經驗就是 我們先閃一下 我們先手上多一點 保留多一點現金 有錢它不會咬你 但是有錢呢 實際到了 它就會變八隻腳 人兩隻腳也變八隻腳 它會幫你升錢 所以現在多一點現金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好的操作模式 難怪巴菲特 巴爺爺手上一堆現金 所以他其實也是在觀望 在等好的抄底時間到 這應該是一減技巧的做法 另外一個是聽說啦 因為巴爺爺已經年紀大了嘛對不對 對,他也要為交班來做準備 所以他留多一點的現金 讓他的接班能夠更大 比較好運用這樣 對對對 這是另外一個理由 那就像剛剛老師講到 台股這邊 現在先短階段是有點憂鬱症在走起來 那我們就大家稍微保守觀望一下 就注意一下美元 是不是有出現 剛剛老師講的黃昏K棒 或者是跌破五軍的這個 短線走弱的這個情況有發生 或者是台股有沒有出現 直穩反彈兩部曲 首先第一個就是量能急縮 要掉到五日或十日的均量以下 然後甚至看到破小K棒出現 那可能台股就會有機會轉強 那剛剛老師有說到 今天就是季報全部公布的最後一天 那接下來的做夢行情 老師你有比較看好哪個族群 是比較有機會領長的 好,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 第一個 還是我們的老朋友 細光子帶出來的光通訊族群 第二個,我們會舉例一下最近很夯的BBU這個族群 第三個我們再來談 汽車理乳健 天佬今天你是不是很意外 對啊,他休息很久了 等一下跟大家講清楚說明白 讓你破例自然來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光通訊 基本上這一部分我會比較講的比較快 因為過去兩個禮拜我們談過了好幾次的 那簡單的邏輯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還一直跟大家談 既然是做夢行情 那當然要有夢最美嘛 那誰的夢最美 灰打帶出來的這個細光子 當然灰打像散熱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留意啦 那我們先談細光子 那細光子這一塊 基本上它的夢其實還蠻美的 美在哪裡? 第一個 它的標準,產業的標準 我們沒有確定 可是未來高速傳輸一定要用到它 排基町也花了大把的資源跟人力 來研發細光子 它甚至成立了跟工業運成立的細光子產業聯盟 就是要來聯合三支家的台商來 一起來制定這個標準 所以它不只本身自己在研發它 有它自己的生態系 它也有加入這個聯盟帶頭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東西很重要 在AI這一塊 高速運算當然就是GPU嘛對不對 但是高速傳輸呢 未來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目前細光子就屬於 高速傳 對 對,未來,這是未來性的東西 再來呢 這個啦 美國盯上中的 美中貿易的,我們的轉單又來了 我認為這個未來發生的機率非常的高 為什麼呢? 你知道目前光通訊模組的部分 全球前世代有幾家是中文廠商嗎? 7個 標準,它真的是7個 Lucky 7 那你想想看未來這塊又是 矽光子又是AI的關鍵技術之一 會不會從AI晶片的目光焦點轉到開始來盯這一塊 因為為了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如果又把這麼重要的關鍵技術 然後又要委託給中國廠商來代工 不OK嗎? 所以呢 台商就會有轉單的紅利 這就類似當年的半導體的開打的狀況一樣 那台灣這邊呢 誰跟美國的通訊大廠有密切合作關係 這些個股它會領先受惠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個股裡面 像光聖來講 它在跟美國的CSP廠商也有很密切的合作 它是一個指標 因為它的獲利最強又有體產 那不過它最近在被關緊閉 所以呢你等它放出來之後 它就有機會又來帶頭 結構上面都沒有什麼明顯轉弱的狀況 今天也是一個逆勢小掌 再來 3450的聯軍 這檔個股我上禮拜有提過 它的走勢就是一個箱形一個箱形的往上 那今天 雖然有 今天有出現黃木K棒 5棒 它目前還在月限上 跟指數比起來 它畢竟還是強 所以 細光子的部分 整個操作上面就是 拉回來買 拉回量級說手自稱的時候 就是一個好的切入點 所以這部分 這兩檔我認為結構好的 不是要你馬上進去 而是你放到口袋持續觀察 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你沒有經過這種觀察的過程裡面 你怎麼去找到好的買點 對吧 就像11月1號這裡 當初那個位置大盤也只是出現一個 類似碟式踩煞車的訊號 它隔天才出現破曉配半 還有初步維穩的訊號 但是呢 很多細光子的個股在 禮拜五 11月1號的時候 它已經出現了破曉配半 它等於領先有維穩 短牆的訊號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一段很多股票都不動的時候 它們照樣可以漲 包括前面的光盛啊 聯軍啊 那華新光也是 這一段這樣一漲 也有將近兩層的空間 那華新光呢一樣 支撐的位置我畫給大家看了 目前都還在記憲之上 好那我們來談這一檔新的 這個上個禮拜沒有講到 來 497的重檔 如果你把那個前三季的財報攤出來看 你會覺得 唉唷 怎麼會這樣暖到這件呢 暖到這件的股價為什麼會這樣漲 因為有細光子 問題是它的細光子 它跟國康的合作 其實老早就開始了 你沒有看到它之前 連細光子還漲的都沒漲 這事已經是到去年了 為什麼最近在漲 為什麼 你不能只是做夢嘛 不能只是畫舞爛嘛 你還是要有真正的題材出來嘛 還應該說業績出來 它這裡的漲法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的營運股底翻養 就從第三季開始 你從營收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從獲利上面你還看不太出來 但是營收上面有 接下來它跟國際大廠合作 如果說它切入到 更 細光子這一塊能夠有開發結果 那市場期待的就是這一個 明年會是細光子 會是CPU這一塊的元年 所以當收發模組跨入到800G 甚至到1.6T的時候 那這一部分就需要用到細光子的部分 所以它營運股底翻養 所以它漲這一段 那既然如此 股底翻養應該從結構上面來看 應該會開始賣入成長軌道 所以從這裡來看 這邊你有沒有發現 大阪跟歐利是往南走 它怎麼走 往北走 對嘛 那既然如此 它當然就是強嘛 很強欸 對啊 那這裡如果它下去了就變成一個頭 但是呢 坐著不騰 彎板為底 所以這檔股趁拉伙的時候 可以去留意 因為它離支撐不遠 這個是我對仲達的看法 也是從基本面 技術面 這樣把它結合在一起 跟大家做分析 再來 最新的一檔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提到 3701的大眾控 它是一家控股公司 但是它底下也有 專門做光通訊模組的這一個子公司 那這一塊呢 明年預計會成長得更快 同時到後年 因為它明年蓋新廠 那蓋出來之後 這部分踩門開出來又提供它另外一個成長動能 所以呢 仔細來看一下 往往在股市裡面就是 舊不如新 這好像跟談戀愛有點像喔 不會啦 舊愛還是最美 大家還是會這樣說 我在想什麼 回家可能要去跪算吧 真的 那這一檔上去之後 它回來到這邊 這個是突破缺口 這個是中期缺口 中期缺口可以被捕 但是它也還沒有完全被捕 所以回來這邊 距離底下這個牆後分界不遠 你可以去期待這個舊的來趕進度 也就是說細光子很多都漲到天上去的嘛 那有沒有機會新的出來 它開始來接棒 可以期待的 大宗控 就是這一檔 所以大宗控如果在它現在這個支撐 它有守住 沒有往下跌破的話 就會是一個很不錯的切入點 問得好 問到關鍵的位置 打蛇打七寸 來 這裡看這樣回來 如果你看這一檔是大盤 你會覺得它直穩了嗎 沒有啊 一直下去啊 它就接近支撐而已嘛 那怎麼樣才能直穩 直穩板它兩部曲拿來用 不是只有指數可以用 各國也可以用 所以量級說有啊 是不是接近支撐了 那現在缺什麼 缺破小K棒 那對嘛 你就等它有破小K棒的時候 再來考慮嘛 不這麼簡單 這是最簡單的做法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提到 作夢行情裡面 最新展開的族群 叫做BBU 這個是什麼東西 資料中心需要不斷練備源系統 那現在輝打的GP200 本來是全配 現在變成把它列成標配 它為了要讓整個GP200伺服器這一塊 運作得更穩定 所以它需要 BBU這個不斷練系統來當標配 好 那這個時候它 這個不斷練系統 它也是用鋰電池 把它把它弄出來的 所以國內相關的鋰電池廠 有切入到這一塊的 最近就長得蠻兇的 指標股是它 321的順達 它原本主要都在 筆電這一塊 但是它也有切到BBU這一塊 而且 你有沒有發現 它前面法人問津 那表示它從往是不是經過了一大段時間的沉澱 那底下的法人是不是慢慢在買 有人偷偷吃的嘛對不對 那所以 AAI 你會發現作物行情裡面它冒出了新的題材 就是BBU 1月裡面能夠像它這樣漲 連續是跟漲停的 不多 鳳馬鈴角 而且它有族群性 所以我說作物行情裡面它就是一個 一個Sample 以後的作物行情可能會有其他的族群冒出來 所以我為什麼說先優後死 那你閃過這個優後面的洗 因為你事先知道有優了嘛 那接下來當然就會讓你死上加洗 這就是我今天 可能你前面前面都聽到馬鈴有要滴 快要把電腦蓋起來了 但是總是要經過打底對不對 所以它才會能夠爆發出大的行情 那這是必經的過程 好那我們回頭來講順打這一檔 它不就也是這樣嗎 對不對 之前都是法人問津 10年寒窗 10年... 五毒票 10年寒窗無人問 什麼天下之 我只到後面天下 一夕成明天下之 以前念高中的時候 國文曾經被當掉 就是因為我作文寫不出來沒有講 所以現在有時候會卡灘就是這樣 真是 輸到用死方很少 好那我們回頭來講這個 這個會 在這個時間點冒出來 除了這個新題材之外 重點就是 前面是不是休息了一段時間 籌碼沉澱很多 你現在長上去的時候 你第一根沒買 第二根沒買 你這三根跳進去 休息在山上 大家都跳進去嘛 想買你跳進去嘛 所以一般來講 既然大家手上都沒有抽嘛 最近才跳進去 所以你說它會一段就結束嗎 長一段就結束嗎 一般來講是不會 一般來講是不會 所以 你可以趁它接下來中段 中場休息的時候 如果它 譬如說假設它整理了兩三個禮拜 你會發現 這個大量的地方都沒有被跌破 那 接下來它可能就會有第二段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提這個族群出來 不是要你去追 而是它有機會走第二段 但是它不會不見得馬上來 但它有機會 它是現階段裡面 我認為有機會逆勢去抗疊 或是逆勢 逆風而上的一個族群 所以提出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除了這一檔之外 當然還有譬如說4931新勝利 這個也是漲一段的 這個也是發人問津很久了 另外一檔 很少人會注意到的 3617的碩天 大家都知道它是做不斷經濟系統 那它很多人都知道說 它可以用在家用上面 它有自己的通路 所以它的毛利率很高 今年前三季 平均起來毛利率大概五成 喔好高喔 五成是什麼樣的水準 媲美台積電 對台積電不是五六十 你把聯發科拉出來 它毛利還沒那麼高 對不對 所以顯然它自由品牌的 不斷經濟基本上是 毛利率蠻高的 好 那重點是它也有切到資料中心這一塊 所以它就有機會一樣 如果說它送樣給回答認證之後 通過之後 它就有可能變成供應商 那市場還沒有注意到嘛 所以你看它沒漲對不對 但是月季線是不是就在這邊 喔 那這個形態上面 前高是不是差不多我畫了這邊 所以這檔個股 前三季的獲利也很好 所以它是一個高價的基歐股 那有沒有機會在 其他這些小標兵休息的時候 換它來演出 有機會 你就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持續做關注 做追蹤 這是市場上還沒有注意到 還沒有動的 跟大家做分享 那你可以自己來做觀察 好 那最後講到 我們想講到什麼 汽車 就是 我也覺得 怎麼會是汽車零組件 他們都 我覺得自從Tesla 落賽之後 都沒有人在管汽車 好 那這個汽車零組件 可能我講這個族群 大家會出大家意料之外 好那簡單來講 如果你有去歐美旅遊的時候 冬天去 你去那邊旅遊 然後你又自助旅遊 你在租車的時候 你最怕發生什麼事 油車 你最怕不小心跟人家插撞 因為那個時候冬天 他們在那邊下雪 那很容易 很容易你就發現打滑 然後就卡到 然後就要送休 所以 在車用市場裡面 有分兩個市場 一個是 那個品牌的 另外一個叫AM市場 AM市場就是售貨維修的這一塊 那台灣呢 以美國市場為重的 就AM市場主要都以美國市場為重 因為它最大 好 那 新冠疫情之後發生一件事 我們在台灣 譬如說 大概三五年之後的車子 你還會回原廠去修嗎 不會啊 都在外面啦 是不是就拿副廠來給 引擎件來用的對不對 對 台灣是這樣 但是美國呢 你要出險對不對 可以 你一定要用原廠的 你用副廠的它不給你出險 可是在新冠疫情之後 因為供應鏈的關係就是 很緊俏 所以最大的保險公司 開始先來試用 你也可以用副廠 那副廠的就是AM零股間最快 所以呢 這個政策後來拖大實施 那你就會發現今年 從去年開始這樣到今年 AM市場裡面就會有一些個股啊 它的獲利其實真的是 是Burban 譬如說我昨天打一檔給你看 1524的梗鼎 它前三季的獲利已經比去年全年 還要來的高了 獲利的部分 好厲害 然後 第四季到明年第七季是旺季嘛 所以它10月份的營收已經是今年的最高了 那表示它旺季真的會旺 那目前我記得是賺了 前三季賺了2.68的樣子 今年賺個3.5塊很正常嘛對不對 那現在股價多少 37.7 賺3.5塊現在股價37.7 每比大概11倍12倍 好低喔 是啊 那市場都沒有發現到嘛 那有漲很多嗎 沒有 沒有嘛 那如果你說跟最近大盤這樣走 那算強欸 對吧 尤其是這一根最漂亮 同年這一根最漂亮 因為前一天 它過高的時候 因為剛好那天大盤跌了500多對眼吧 所以它有匯利了解賣壓出來 可是隔天它不用大量就推上去 可是賣壓被洗了很多掉了 甚至它已經把前面這裡套的手碼 洗了不少了 所以 等於 禮拜一 這裡不就是一個短線支撐了 那甚至你抓禮拜二的低點 這個換手成功的低點來當支撐也可以 所以 有刨給你追嗎 沒有 沒有嘛 這是不是兼顧了下廣風景有限而獲利值得期待 有沒有題材 有嘛 然後肥比有很高嗎 沒有 像你有些人去看矽光子 你會覺得好可怕 對啊 那個好可怕 幾百幾十五六幾的算 所以我知道大家在想什麼 那我們就換一下嘛 也有那種可以讓你穩穩的賺的 穩穩的獲利的機會的顧 各給它這一檔 更頂 所以你可以視為禮拜一就是一個 整理結束之後發動公式 禮拜一 再來看一下另外一檔 梗鼎這個是做汽車車身的板金件的 車身的 譬如說引擎蓋或是葉子板或是 反正周圍那一些啦 518的那邊 板金件的 好那再來看一下1319的東洋 這個就做一些塑膠件 然後它當然目前這一兩年的成長性 還真的還蠻猛的 那你仔細看 這邊有沒有漲 沒 今天盤在跌 它是不是有先往上抽 那你去看一下它 前10個月的稅前 日節的稅前獲利它已經有公布出來了 自己去查一下 前三季已經賺的5塊多了喔 好那以這樣的5塊多的本益比 那今年賺到6.5塊我認為很正常 那本益比也沒有太高嘛 也沒有很離譜嘛對不對 那有沒有機會在這邊整理結束之後 日常像我這樣開始看到它的價值 開始發現它的東西進入到了 忘記它會有業績題材 如果有的話 那今天這個站上所有的均線 當然就是一個強勢股嘛 盤勢是不是幫你測試出來誰搶誰弱 對嘛 跌的過程裡面就這樣嘛 好所以這檔個股你當然 如果你要設在這邊大概記線這裡 那形態上面前提也差不多這裡 整個停損空間也不大 所以就實戰操作來講 風險有限上檔獲利值得期待 那你就可以考慮去 把這檔個股放到你的口袋名單裡面 所以東洋我認為也是一個可以去留意的一檔個股 所以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我們當然期望中文王景趕快來 但是呢 往往就是要先痛一下 先憂一下 後面的喜你才會覺得哇真的是一個 它真的 很甜 對 先苦後樂的概念 對啦 這是我中文念不好的 好就是這樣 好那就像剛剛老師講 其實只有目前看起來好像只有BBU 稍微有一點集團性 就是要漲全部一共一起漲這樣 其他的 好像這幾天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就是開盤很紅很漂亮 收盤怎麼綠油油 然後漲的這些股票 大部分也都沒有什麼族群性 或者是連貫性 那在這個時候 這種股票 輪動這麼頻繁 老師有沒有什麼操作的訣竅 可以教我們一下 好 我想這一個多禮拜以來 大家心裡的感觸就是這樣 強的股票似乎連貫性也不強 大概你會看到的只有像BBU對不對 好 所以在回檔的過程裡面給大家的操作建議叫做 幾漲幾點反向錯 也就是當一檔股票在幾漲的時候 今天或是連續漲兩天 那你先賣一趟吧 把大部分的股票適用 這是在回檔的過程裡面 但是一旦出現 初步回穩的訊號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 順反彈兩波曲出來 那這個時候 強的股票 往往盤勢一稍微一回檔 微穩他就會先衝出去嘛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報股票的 桌子的那個時間可以再拉長一下 你可以去看他的續航力強不強 怎麼看 怎麼看續航力強不強 很簡單啊 如果說他一直都是 K棒多方 K棒是多方的態勢 也就是說 他都沒有出現紅K棒 然後他沿著 50線或10線這樣一直走 那你就繼續報就對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回檔的過程裡面 急檔機的反向多 當開始有資本反彈訊號出來的時候 那可能有一些股票的續航力就會 增強那這時候你就不要 就不要一味的用短線來 看待 來動作 有一些股票可能如果他真的是在 作夢行情裡面 假設了 盤初步回穩的時候 細光子又有好急檔 又有足群性 又開始 一起都出現破曉K棒要衝了 那你當然可以去 因為 有那個至少是一個短波段可以期待 我找一檔譬如說 3450好了 我之前有舉例過嘛 就類似這裡 這邊 他是不是領先出現破曉K棒 後面是不是一小段這樣 你不要看這一小段20幾% 這樣高低點20幾% 我從收盤到這裡的高點這樣20幾% 如果你當天就看到你在中間這裡買 你來到這邊你要賺到兩成 不難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這樣 舉實例就是這樣 就短線手5均就對了 對對對 對 就是 用我剛剛那一開始講那一招嘛 你要嘛用5均要嘛用 因為你先做短嘛對不對 你短線做對了你就有 才有資格去爆波段 所以這個時候你最短就是用5均 那再來用K棒來講就是看他的 是不是持續多方的慣性 那一旦出現黃恩K棒 那這個時候你要閃了 當然就可以閃了 所以到現在這個變動時期可能要再 更靈活一點 簡單來講就是 先以短線因應 喔 先以短線因應 那如果說盤子進入了 足底的時候 零先衝過去有族群性的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 比較波段的態度來 爆這些股票 所以就在現在 美元甚至美債殖利率還持續走強 一直往北上的這個時候 可能 台股這邊投資我們大家就稍微 小心一點 不要爆太久這樣子 對對對 現在進入 OK OK 那今天韭菜俱樂部就進行到這邊 請大家持續收看 並且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也幫我分享給您的好朋友 那另外如果想要知道 聲哥最厲害的這個破小K棒 他到底要怎麼樣去看 怎麼樣應用 那當然你就要加入 聲哥的LINE 小老鼠 ACE168 加入了老師的LINE生活圈 跟老師一起求進步囉 那我們韭菜俱樂部下周見 掰掰 跟老師說 Occonsum 跟老師一起求進步 跟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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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